香港人一樣很重視乒乓球的發展 而恆生乒乓球學院更加是培訓乒乓的精英集中地 香港奧運史上,繼豐止喉里麗山的金牌 第二最好的成績就是乒乓阿堡高麗澤和李靖的銀牌 今天的賽事主要是為一班讀輸的未來乒乓球精英而設 中學女子組方面,決賽由紅衣歇恩的杜凱琴 和黃衣中華基金中學的吳嘉儀一起進行 不要小看兩位小將年紀輕輕 但兩位已經在香港女子排名頭15位之內 五局三勝制的賽事中,第一局吳嘉儀早已領先到9比3 雖然後段杜凱琴發力追上來 大型21比6,殺了第一局 講下兩位背景 吳嘉儀就讀的中華基金中學 是一間擁有優良傳統的乒乓球學校 去到今日,就讀中三的吳嘉儀已經展出了一個名堂 但對手杜凱琴剛剛在學界精英賽中 以中一身的黑馬姿態 贏了一班經驗豐富的大姐姐 成為賽事單打的冠軍 這場對決絕就是一場大戰 可惜直落三個情況之下 杜凱琴受制對手的打法 雖然開局曾經一度拉成軍勢 但最終未能夠保持氣勢 吳嘉儀有經無險直落三局3比0 擊敗對手,贏到中學女子組的冠軍 而中學男子組方面 就由紅衣來自南拔的孔軍海 對著穿著黃衣來自傳統強校持有英中的麥景浩 麥景浩過來新科學界精英賽單打冠軍 自然沒有人敢看笑 但孔軍海和她弟弟孔華德 這對孔氏兄弟被譽為冰冰媽寶的接班人 年紀輕輕,國際獎項已經獲獎無數 連著經驗豐富兼狀態大勇的孔軍海 麥景浩今天氣勢上完全被對方壓倒了 雖然曾經雙方一度打和局數1比1 但面對越打越有的孔軍海 麥景浩開始有點漸處下風 對手扣殺凌厲 同時打法多變,韌力特強 雖然麥景浩一力直追 但大部分時間依然是相差幾分以上輸球 去到第四局 對手仍然還未放棄 不過孔軍海最終21比8取勝 以局數3比1結束這場賽事 成功拿到今年2010行生學界杯 男子中學組冠軍的獎座